群人從巷弄內追打出來 仔細看這名藍衣男子手持美工刀不斷揮舞 讓其他四名見義勇為的路人 第一時間不敢靠近 只能就近拿工具伺機行動 現場氣氛一度非常緊張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四人分別從不同地方分散他的注意力 最後打掉他手上的胸器 再合力才把人壓制在地 定格來看更清楚 這群民眾其實都只有拿簡單的武器 像是湯勺 行李箱以及工業用電風扇 但四名正義哥卻不顧危險 也要把人抓起來 他被大學生壓制的時候 跟一個大哥壓制的時候 他一直講說不要壓我地板很胖 坎仁嫌犯趴地求饒 不過他剛剛的犯行 卻領目擊者非常憤怒 隨機坎仁案 事實發生在台東市九號中午十二點 四十九歲的張姓嫌犯 尾隨一名被害女子 接著拿出玉藏的美工刀朝對方猛砍 造成被害人身上有多處刀傷 因為那個女生脖子手背大腿 全部都刀傷很大的洞 然後有警察問他說你們認識嗎 他說不認識 我們知道說是隨機砍人 救護人員也立即到場 為受傷的被害人進行緊急包紮 並立刻送醫 幸好都只是皮肉傷沒有生命危險 我拿那個被害者的行李箱 去跟他就是對來對峙啦 同時都想說一定要幫 不然不幫那女的早就 那女生早就沒命了 光天化日之下隨機砍人 幸好有熱心民眾勇敢挺身而出 才沒有更多人受害 警方也立刻將嫌犯逮捕帶回 要釐清犯案動機 靜新聞 陳導惠 王成林 虛偉 陳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